再看回到市场方面 对于三月份美联储究竟要不要加息 市场现在已经是炒饭了 如果说放慢步伐的话 高通胀又该怎么办呢 进入到二季度之前 内地的经济又呈现出了一个怎样的状态 相关的话题让我们现在 马上来连线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先生 杨先生早上好 杨先生好 主持人 这一轮美国银行业的爆雷 似乎要让美联储是不得不放慢 这个加息的步伐了 但是从长远来看 这一次的高通胀也确实是非常的顽固 如果说是放慢加息步伐的话 是不是说之前的一些加息成效 都会前功尽弃呢 那您怎么来看 接下来美联储加息步调的一个问题 这个时候是战事又沸腾了 那么现在战事可以看作是一个 抄底的最佳标的吗 美联储现在处于两年境地 进退为股 一方面呢 美国通胀已然比较高 二月份CPI高达6% 虽然和去年高点9%以上相比 有所回落 但是回落的幅度并不是太大 令美联储长期控制的通胀目标百分之二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么另一方面 近期美国以硅谷银行为代表的这些 中型小型银行 接二连三出现货产倒闭的现象 引发美国银行业大跌 那么投资者担心 美联储如果再暴力加息 可能会对企业的经营 产生很大的影响 从而影响到银行业的质量 那么一些风控能力比较差 流动性管理较弱的银行 可能会接连破产 那这对于金融市场的冲击 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美联储资源费 一些会议是否加息 以及加息幅度多大 引起市场的热议 争论不休 甚至有经济学家建议 美联储应该马上降息 那么美联储治理通胀的 这一连串的举动 包括八次加息 产生的效果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主要的原因还是 这一轮通胀的起因比较复杂 除了由于在之前三年 美联储采取无限量放宽松 来刺激经济 引发物价上涨之外 那么俄乌冲突 以及疫情导致供应链短缺 都是推动物价上涨的原因 而这些原因 并不会因为美联储加息 出现物价的回落 那么根据货币学派的说法 像弗里德曼就认为 所有的通胀都属于货币现象 但是这一轮美联储的通胀 美联储面临的通胀形势 更加复杂 不仅是货币现象 跟它从中是供给短期的问题 所以在治理起来 也相当复杂 那么现在美联储 必须做出一个艰难的抉择 是保经济 保企业 还是单纯的扛通账 那么现在美国 就业率数据超越期 主要原因还是很多 劳动力在疫情期间 退出了市场 所以基数变小之后 显得就业率比较高 实际上美国的企业 现在面临越来越高的融资成本 经营上遇到比较大的困难 所以今年美国经济增速放缓 是不争的事实 甚至有人担心 某些季度 美国的经济增速 可能陷入到负增长 甚至引发衰退的风险 所以美联储 现在在加息的决策上 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美联储在下周 将举办一期会议 那么这次一期会议 也是过去一年来 最纠结的一次会议 那么市场对于美联储 将期的预期也非常不同意 现在大部分意见认为 3月份可能会暂缓将期 然后以观后效 在5月份一期会议的时候 再考虑是否加息 那么美联储 如果放缓加息的步伐 无疑有利于帮助企业 特别是负债率比较高的 高杠杆行业的企业 还一口气 那么对于一些 流动性交叉的中小银行 也有喘息之机 那么对于资本市场来说 有利于稳定市场的信心 所以美联储下周 一期会议如何决策 我们拭目以待 那昨天的官方 也是公布了一系列 内地的经济数字 想和您在这探讨一下 就是从这些数字当中 我们能看出些什么 比如说像内地的1到2月 社林总额同比是增长3.5%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是加快至2.4% 那新能源车呢 增速回落 房地产开发销售 降幅显著收窄 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也是增长5.5%等等 那么在即将走入 第二季度的现在 这些数据呢 会给市场一些 怎么样的启示 传递了哪些信息 还有哪些方面 您觉得还可以加把劲呢 国内经济方面 一到二月份 经济数据公布 显示出 我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 这也是疫情之后 生产和消费活动 逐步回归正常之后的一个复苏 那么前两个月的数据显示 经济复苏的探视已经形成 但是力度并不大 货源增加值 同比增长2.4% 那么和长期的潜在增长率相比 仍然是比较低的 那么一些企业 以及行业 在过去三年 内在增长的基地 受到了一定的破坏 那么需要时间慢慢修复 那么考虑到春节因素 消费出现了复苏 但是从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来看 这个增长3.5% 并不是太高 这也反映出 在疫情之后 消费的复苏 也是缓慢复苏 而不是报复性反弹 那么只有春节前一段时间 这个消费报复性反弹的迹象 比较明显 主要是增结因素的影响 那么从PMY来看 2月份PMY回到52.6% 和1月份相比 费钱跳升 并且非制造业PMY 综合PMY 也都出现了跳升 这说明 采购金领人 对于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 在增强 这也预示着 未来两三个月 经济还会延续 复苏的态势 所以经济复苏 态势逐步形成 但是还不能掉以轻心 还要采取积极的财势政策 以及稳健的货币政策 双管旗下来推动经济进一步复苏 好的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先跟杨栋龙先生 先视频到这里 非常感谢您所提供的宝贵意见 好的 我们也先休息一下 在广告过后呢 马上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龙先生